沙溪村奢族人每逢岁时节令 春波秋收 生子祝寿和造屋迁居等重大喜事时 都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席 山哈大喜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沙溪村奢族人他们往往就地取材 威出五花肉 温上糯米酒款待宾客 扎溪村奢族人会用什么植物剧出食材的意味呢 这就是味道调查员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制作山哈大喜的掌勺人 周建伟大哥 王正的 这都准备好了 这四个锅都连一块 今天咱得做多少桌 周大哥 十几桌 十几桌 咱们今天任务量有点大 周大哥正在紧锣密鼓准备的 是沙溪村奢族春耕前的山哈大喜 四口大锅 上百道菜品 都要靠周大哥一人井井有条的安排 味道调查员觉得 要想找到去除食材意味的法宝 找到了周大哥就成功了 四口锅全部用上了 赶快也帮忙一起做 猪肚是吧 周大哥 这是猪肚 咱们今天这第一道菜怎么做 知道这个是叫什么 我看着像一盆香菜一样 但我说的肯定不对 是不是 那您可以尝一下 那我捡几根给你尝一下 生吃可以 生吃可以 这个泡茶也很好 苦吗 我刚刚想说没什么味儿了 这一下后槽芽全部都是苦的了 尤其是这个叶子 那你先不晓觉 是不是有点回肝 然后带清凉的那种感觉 有吗 可能您给我的叶子太多了 它已经不是为苦 是全苦了 那你再尝一个呢 这到底是啥呀大哥 这是养胃草 养胃草 就是跟这个猪肚 粉在一起来煮 这么苦做出来的菜 它能好吃吗 那你等一下做出来就吃 做出来就不苦了呀 行 那我帮您干活了 好 说到沙溪村奢足的特色饮食 周大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他告诉味道调查员 沙溪村奢足世代生活在大山里 山区早晚温差大 湿气重 所以他们最懂得用植物入菜 养胃草又称天湖衰 有着暖胃力尝的功效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去除猪肚本身的意味 用它来搭配猪肚 是沙溪村奢足人 一辈辈传下来的做法 您先给我吃饭一下 我给你吃饭一下 就往里填呗 对呀 但是你不能填多 我填多会爆出来 行 你还要把口粉住 我这怎么这么深呢 跟个无底洞一样 把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你填满就好了一样 这么一个养胃草 我觉得特别苦 塞这么多一会儿 咱咋吃了 它煮了就不会 真的呀 煮了很清香的 就是清草味 我对这个抱一个怀疑的态度 你看我这塞好了吧 咱一会儿怎么做 把它粉上 那您这做这么一百多道菜 还在这儿有功夫 从这个那咱能做完吗 那你动作要快一点呀 我是在教你呀 好吧 周大哥说 沙西村奢族人的山哈大席上 一定要有猪肚 但是生猪肚 有一股难以接受的腥味 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 沙西村奢族人 偶然发现 养胃草这种神奇的植物 有去除异味的作用 就世代流传下来 包裹着养胃草的猪肚下锅 清汤炖煮 三十多分钟后 炖煮完成 减开猪肚 掏出养胃草 而它的使命并没有结束 拌着鱼腥草 辣椒等配料 只需简单的调味 再放入熬猪肚的原汤 一碗蘸水的配料就完成了 养胃草全都放蘸水里了 就是您刚才说的会苦吗 我觉得这不仅苦 还得有猪肚的腥味吧 入口脆吗 首先是特别脆 让我特别惊讶的是 它没有这个腥味 而且这个苦味也没煮进去 清香味有没有 慢慢品有一点这个清香味 当时这个回缸 淡淡有这种青草味 当时也没有青草的那种苦味 你说这个太丰富了 唯一特别特殊的感受就是 这菜太开胃了 此时此刻 周大哥终于给味道调查员 揭晓了养胃草苦味 为什么会消失的秘密 原来经过高温的烹煮 养胃草中带有苦味的黄铜肝 溶进了水里 留下的只有类似于青草的气息 用它给翠坛筋道的猪肚 去腥解腻 再加上酸辣爽口的蘸水 真是口感与味觉的相互碰撞